台灣在年初爆發了蛋荒 當時政府啟動了進口蛋專案 但現在卻被國民黨團指控說 涉嫌圖定特定的廠商 資本額50萬元的超市公司 替台灣進口超過了8800萬顆的雞蛋 佔整體的將近六成 對此農業部就強調說 公司規模大小並不是重點 而是要看業務能力 而且補助的部分 是針對跟國內的產地價差 還有關稅等費用 農業部可表態說 要實在有不實的指控 不排除會提稿 一顆顆從國外進口的雞蛋 緩解台灣的缺蛋壓力 不過這波專案進口 卻被在野黨團指控有弊端 超市到底賺多少 你這個小公司做大生意 資本額50萬 做6億多的生意 藍英點出這回續想會 找上的廠商之中 有一間資本額50萬的超市公司 在3月到7月期間 替台灣從巴西進口了 8,814萬顆蛋 佔整體數量將近六成 道安價格是每顆4.94元到5.9元 再由農業部 吸收和本國產地價差 關稅等費用 如果你進口雞蛋不符合 簡易規範 完全由進口商負責的 所以建口商不是溫炭 它的利潤絕對不是百分之百 都是賺的 農業部進一步點出 巴西本來就是重要的 雞蛋出口國 當時更沒有禽流感疫情 而且超市公司的條件 報價也都符合 和政府的要求 日夜頂倒的經驗 然後為了是解決 國內的蛋黃 然後 我這樣子還要遭到 大家的誤解 其實我們覺得 非常的無助 然後我想要再次聲明 超市我們沒有拿到 政府的補助款 業者無奈強調只是想幫忙 卻被污指拿了政府上億元補助 不實的指控 那我們會不排除 提出直接的高速 超市公司的資本額和規模 成了外界質疑焦點 不過其實背後的家族勢力 本就從事雞蛋貿易多年 頗具實力 現在把數據攤在陽光下 駁斥 圖利的傳言 記者林山街 馮浩宇 台北報導